在调理呢,我们要分几种情况,比如说比较轻的月经不调,它月经基本上还是规律的,我们可以通过生活习惯的调理或者是饮食的调理来进行调整 但是如果出现病理性的月经不调,比如说我们诊断多能卵巢中和中的时候,我们要在纠正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同时呢,我们要给予一些药物来付诸它进行调理 我们常用的药物,比如说用一些口服的短效的口服避孕药,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有打印35或者是优思月来进行月经的调理 对于青春期或者是违绝经期的月经不调呢,因为它的病因主要是无排卵 那么我们往往是可以给予药物,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月经的后半周期给予孕急速进行撤退治疗 或者是根据情况给予短期的口服避孕药进行月经的调理 那么我们进行这些月经调理的时候,我们一般一个疗程是三个月 因为我们卵抛的发育是需要三个月一个周期 所以我们进行月经不调的调理的时候 我们一个周期一个疗程最少是三个周期,也就是三个月进行调理 当然这些月经不调也可